ACC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国际专业会的组织 它也提供了不少的专业内容给我们的会员或者学员 好像最近的专业计划专业 也说了给我们知道未来的一些财会的人才 是需要具备有七个重要的元素 这些信息都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学员或者会员 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令他们更能够准备在转变的挑战 ACC一直都是与时并进的 为我们学员提供一些不同的增值的机会 例如在我们的专业试卷里面 也引入了策略专业 这个试卷是以一个case study形式 去模拟一个社会商业的一个情况 去要求我们的学员 是要运用他的专才 他的前瞻的思维 去回应这个case study 我相信这个正正是反映到 ACC能够跟着我们社会 对于财会人才的要求而作出改变 去应对我们在实际社会上对我们的财会人才的一个要求 当然我自己非常愿意希望能够更多参与不同的我们的财会人员 或者有关我们业界的一些活动 研讨会 甚至是能够有机会参与我们professional insights的一些研究报告 来分享我们在财会界方面的经验 或者我们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例如我们现在正正推行人的mentoring的program 或者一些讲座 一些交流会 甚至我们有时去校园的一些讲座去分享我们的经验 等等都是可以有一个平台 令到我们一些会员能够跟其他学员作出生命的沟通 我相信对于现代的财会专才的挑战 是跟我们很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因为全球化的情况或者数码化的转变 也都令到我们的会员女学员所要面对的挑战 是有更加多不同的挑战 难度也都提升了 我相信一个认识性高 而有国际的会计资格是专业资格是很重要的 例如好像ACCA qualification那样 我想之前ACCA也推出一个研究报告 关于将来的财会人才需要具备什么的条件 我相信这个报告也都给到不少的提示 我们的学研委会员 动释到将来他们要准备什么来面对研究的挑战 演出al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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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